2月份才生下双胞胎,4月就匆匆回归,拥抱工作,不知道是否真是像坊间所说,为了保住芒果一姐的位置,谢娜终于回到芒果台,开始参与快乐大本营的录制了,最近,谢娜被拍到现身长沙机场,照片中,谢娜看起来非常瘦小,一袭黑衣,把整个身体包裹得严严实实,加上黑帽子和黑口罩,讲真,这个造型,就算是高清大徒,也看不怎么清楚啊, 好久没有露面,谢娜的亲和力还是在线的,看到有人在拍,她虽然有低下口,但依然亲切地对着镜头招手,助理拿着鲜花和行李紧随其后,这个阵仗虽然不大,但气场非常强大,嗯,芒果一姐回归了,之前有媒体就爆料过,谢娜将于4月23日参加快乐大本营的录制,这次在机场现身,正好也印证了之前的说法,女明星产后回归,算不上多大一件事, 但是如果在穿着打扮和形体仪态上稍有差时,那可就要小心了,谢娜这一身,明显是有备而来,首先是压舌帽和口罩的遮脸搭配,让人看不出气色和状态,谢娜产后的状态到底怎样,素颜还精看吗,皮肤好不好,至少在这组照片下,完全看不出,再来就是这身酷酷搭黑风衣了, 谢娜的官方身高1米66,这件风衣一上身就直打脚踝,可以说,从脖子到脚踝完全被包裹起来了,看不出腰身,也看不出肚子的恢复状况,只有衣服下摆得几只鲜鹤在那里扑蹭着翅膀,最值得来品评一发的,是谢娜这个衣服腰间的设计,风衣一般都有腰带,有的是风景有的直接就是一根带子,这么长的衣服, 你需要把腰身显出来才行啊,谢娜这件风衣的属于松紧收腰的那种,和用带子收腰相比,效果还要好很多,虽然把自己包得像个粽子,但腰间的位置看起来相当品实,这不免让人产生错觉,哇,这才生完孩子多久,腰就那么细,所以说,对于女明星来说,哪里有镜头哪里就是战场,谢娜回归了,这身战衣选得不错,无心要小心了。